大家好,我是台南微光眼鏡的長工 今天我們來做個實驗 這個實驗是這樣子 之前遇到了好幾個 應該四五個有 高度近視的客人 我說鏡片最保 我說就1.74最保 他們就問我一個問題 那1.76呢? 我說實在的1.76 我相信有在網路上稍微觀察的朋友都知道 1.76的鏡片只有日本的東海眼鏡有 那我就跟他講說1.76 這個鏡片我是沒有用過 到底會有多保我不確定 但是以折射率差0.02來講 基本上應該講是微乎其微的差別 那可是他們就說 可是人家號稱世界上最保的鏡片 那之後我們就來做個實驗 我們來比較一下到底保多少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我今天特別準備了三個鏡片 那當然這個是東海1.76 然後三個鏡片都是近視1000度 這個是我們台灣的士亨 近視1000 1.74這個字很大 應該很清楚 來 蔡絲 1.74 近視1000度 然後他們的片鏡都一樣 都是70 因為它的片鏡越大 但是邊緣的厚度會不太一樣 我們來看一下 施亨 然後東海1.76 蔡絲 1.74 然後片鏡都一樣 應該看得出來 片鏡這個是都一樣 都是70mm的 所以理論上來講 我們只要去比較它邊緣的厚度 就可以知道 所以我們特別去準備了這個 那這裡呢 應該看到這裡我這邊貼了這個 就是說等一下我們在測量的時候 我們測量的深度都是一樣的 這樣子以便讓我們的測量是比較公平一點 所以我們先來看 這個是四亨的 來 這樣是9.7 四亨是9.7 我們先記錄起來 這個是四亨的 它的厚度是9.7 mini 我們來看東海的 多少 9.6 多少 9.6 然後來菜絲 9.7 9.7 OK 那各位你覺得呢 這個是 這個單位是 mini喔 這個是mini喔 也就是說呢 一樣是 1000度來講 片鏡一樣70公分 駁了多少 0.1 mini 0.1 mini 0.1 mini喔 那0.1 mini是多少 各位我相信應該可以 大家應該知道我要講的意思 那再來一點是什麼呢 好這個是 鏡片這麼大 原片鏡片的時候的厚度喔 好我們來看一下 鏡片這個是一個 我特別畫了兩個 鏡片的一個剖面 我們鏡片的剖面就是說 當我們鏡片經過研磨之後 對不對 研磨下來 好這個剖面 鏡片是有弧度的嘛 他不是這樣子直的 為什麼 為什麼這兩個有什麼差別 好 今天如果說 在這個時候 如果說鏡片這個是直的 這邊差0.1 mini 我們可以 比如說研磨到這個地方 這邊的差別 還是會是0.1 mini嗎 因為這是直的嘛 可是今天我們這邊 是有弧度的耶 你這邊差 0.1 mini 譬如說你研磨到這裡 這邊可能只剩下 因為這個是有弧度的喔 所以 那個 厚度的差別 可能只剩下0.05 mini 0.05 mini 0.05 mini應該比你頭髮還要細了啦 各位啊 所以 所以做這個實驗 我們只是做一個統稱是什麼呢 就是說 其實 折射率1.76 跟1.74 你可以把它當成是一樣厚度的東西啊 好 這個應該這個實驗 這個都沒有隨便亂 基本上也是 電子的這個游標尺 然後我們也都盡量 能夠把這個實驗做到公平公正 就是說 片鏡一樣是70 mini 然後測量的深度都是在這個地方 這邊特別貼了一張紙把它貼起來 所以 都一樣 所以基本上來講 號稱世界上最保 可能對啦 在數據上啦 那實際上的使用呢 真的有薄到哪裡去嗎 我是覺得 你可以把1.74跟1.76 當成是一樣薄的東西啊 好 所以沒有必要去迷信這個啦 如果說你真的是高度近視 其實 以安全鏡面來講 目前1.74 真的是 就是最薄了 如果你真的要薄 那我可以跟你們講 玻璃1.9 那真的是很薄 因為有 我這邊有很多客人那個 超高度近視有1800啦 1600啦 我訂那個菜式的1.9 做起來是真的是 那個厚薄度就真的有感 因為折射率差了 1.74跟1.9差了 那個0.16啊 那就真的會有差 那像這種差0.02的 基本上 可以講根本沒有差啦 尤其在經過研磨之後 所以這個只是 因為很 有客人問 然後我自己也很好奇 是不是真的有很大的差別 所以特別來做這個 這樣子的實驗 給大家看一下 基本上 厚度 在沒有研磨的時候 原片 以近視1000度來講 只差了0.1mm 那研磨之後 可能是0.05mm那種 那種差別而已 好不好 以上這個實驗 給大家做參考 謝謝各位